这里是俄尔古纳市的摩尔道嘎镇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七点 战士们正在搬运物资 这次运送的物资足够全联官兵使用两个多月 从这里到连队有三百多公里的车程 也是历年冬季为伊姆河连队运送物资路途最长的一次 各车主义 车队按编续出车 早上八点 车队沿着边防简易路向大兴案例深处开进 往年冬季 向哨所运送物资都是依靠在冰冻的河面上开启重路 然而今年受气候条件的影响 冰层厚度达不到车辆通行所需的承重要求 部队只能选择从大雪封山的秘名中传行 在得知送年货的车队要经过无人驱后 有着十多年邻居驾驶经验的程玉龙主动推迟休假承担起这次任务 山路跑了十几年了 我知道这个季节的山路特别不好跑 我就想自己亲自去一趟 把这个年货交到一幕和兄弟的手里 让他们开开心心地过个春节 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为了确保安全 部队在出发前几天就对任务车辆进行了全面检修 安排精通车辆维修的战士一路随行 挑选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保驾护航 尽管已是万分小心 脚状况还是接连不断 前面那个车刹车有点问题我去给他看一下 像这种情况咱们常见吗 太常见了 这个温度有点低 加刚刚跑冰包车停的时间有点长了 所以说普遍它这个机动滑门结冰的现象 车辆在颠簸的山路中艰难前行 刚刚结束休假 随车返回连队的一幕和边防连指导员周鑫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一路上他把一个生日蛋糕紧紧的抱在怀中 我们俩有个站是过生日 这是他第一次在连队过生日 这个蛋糕呢 就是给他买的一个生日机写 这么远的路就一直抱着 哇 越车太天了 路况不好 怕蛋糕坏了 所以说一直抱着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两点 距离连队还有90多公里的路程 而这段路也是最难走的 越来越窄的道路两边 都是茫茫苍苍的林海 视野里除了灰白色的树干 就是挨挨白雪 我们的手机也都没有信号了 在这样与世隔绝的原始森林里穿行 驾驶员们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 随着车辆的行径 山路上开始出现一米多厚的不规则冰层 这就是我们邻居道路 特殊的路段 叫冰煲路面 它主要原因是因为山上的积雪 融化的水流到咱们路面上 然后形成了这个情况 每次遇到这种路面 天色渐暗 车辆行进的速度更加缓慢 尽管这趟路比计划中走得还要艰难 你想到连队战士们坚守哨所的不意 大家都毫无怨言 全力以赴 晚饭前满载着兴充物资的车队终于跌达哨所 早已在哨所等候的官兵们列队迎接 他们把一箱箱沉甸甸的包裹搬进英房 也将温暖和祝福送进美名战士的心中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明星和大家一起在年队过生热 然后年队也非常温暖 这让我感到非常幸福 这里真的有家的感觉 班长还有指导员 都关心着我们 在这么远的地方 让我们非常地心安 好